沐昕泉在台中線新社鄉 沐昕泉擁有8公頃廣大的園區 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座落位置在哪裡 我們的座落位置在台中線新社鄉中和村中心街60號 沐昕泉休閒農場 往哪個方向走呢 往中九五線 就是新社鄉我們有分為7條路線 我們是在這路線15號處走走進來 大概在海拔多高 餐廳的位置大約在650 然後就是走到山頂的地方是900 所以我們這邊整個視野都很棒 對 我們環境可以看到哪個地方 可以看到往西的話可以看到台中港 然後整個台中盆地那一區 農場各處片植了各種的花草 每到春季時遍地開滿了八重櫻 到了夏季時滿山遍野的金針花海美不勝收 沿路的步道設立了幾座的涼亭可供中途休息 簡單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整個園區 我們整個園區就是有四季花會 然後五月份之後就是金針花 金針花會一直開到九月份 從四月一直開到九月 所以說其實也不見得一定要拿花蓮台東去看金針花 對我們的雖然不是像花東那邊那麼大片 但是它你來這邊看金針的感覺是滿舒服的 因為我們這個花非常的鮮豔 農場有約長一公里的步道 更可以依著山勢的沉疊起伏 每一個角度都有不同的景色 走到步道的盡頭可以遠眺大甲溪沿岸 另外木心犬以簡單舒適的風格 為您在山中打造了休閒的小屋和露營區 讓您享受大自然中的寧靜與美麗 我們整個園區有提高什麼樣子的一個服務 我們園區有露營有用餐 然後有場地出租還有幾間民宿 今天的部分今天幫我們介紹一下我們的特色餐 我們餐廳的餐廳就是鍋類有五種 然後點餐率最高的是南瓜鮮蔬鍋 南瓜呢我們就是採用我們當地農民種的南瓜去熬湯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熬的那個高湯和當地的食材 還有我們新色香是骨類產量最大 所以裡面都有加上四五種最新鮮的骨下去煮 然後這個是香茅檸檬雞腿排餐 香茅檸檬雞腿排餐來我們是從新鮮的雞肉 就是從生肉開始就自己都醃製 醃製的過程讓它入味 入味之後要出產就從生肉開始做到熟 大約要十五分鐘的時間 自己煮醬 然後這個排餐的部分是我們點餐率比較高 也比較適合大宗口味的茶 那也有提供下午茶嗎 對有下午茶 我們的下午茶呢 我們有採用我們當地的就是杏鮑菇跟香菇 我們都是用品質比較就是比較高等級的菇類 還有我們本園區的金針花和野薑花 我們吃這個菇類之外啊還可以搭配我們的茶 我們還有荒乾的金針花可以當伴手禮 慕心泉以當地盛產的香菇及金針花料理出多種的口味餐點 不僅用餐 不僅用餐 同時也享受了無盡的大自然的美 很厲害 你會 specific Halen